大家好 来 这边 这边 准备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 以后除了相机 还要有手机专为微博提供 对 三机定型 好 来 好 这个亮宁呢 是连续四届的中国歌曲台号码年终盘点的 年度最佳女歌手 也确实是新生的领军人物 今天可以算是领军弟弟妹妹来参加中国岛的欢唱会了 来给他们介绍一下参加欢唱会有什么心得 你是年年都来啊 心得就是 一定要唱好 还有一定要这个走台要认真 每样我们都要很认真是不是 对 因为每次 中国岛的欢唱会都会是 跟很多都是优秀的歌手 所以你要不认真 准备的话 就会表现 就会一下子被比下去 所以一定要把它当成 很正式的场合去演唱 而且每次氛围都很好 因为跟歌迷的距离是蛮近的 所以每次都特别开心 今天是稍微已经走台了 觉得今天这个环境怎么样 我今天上台 走台之前又讲说 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欢唱会 就是比之前参加 然后今天的音响也确实是很好的 就是没有把它当歌有会对待 我觉得 好 这样已经连续四届了 我想很多朋友也是 一直都关注着你的成长 然后能够得到这样认可的女歌手 是请所未有的 那今年呢 仍然是发了自己 延伸很重要的一张专辑 我相信 对年底的奖项 很期待吗 期待啊 还是觉得 就希望有新的歌被大家接受 因为每一年不管是拿什么奖 最重要的是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能发现下面有人跟我一起唱 那是最开心的 只要有新的歌就已经很满 对有新歌被大家接受 让大家喜欢 然后并且也要是自己喜欢的 好 来 我们来展示一下亮影给 这个今天带来的礼物 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需要这个 这个人把那件衣包打开 对对对 它是给两个贫困的大学生的愿望 都是要给妈妈送一件 那一个呢是要送一件农服 对这个是它要求要黑色 然后要155的一个芋笼 对那个妈妈的这个身高大概105 有点矮 对我只能猜了 大概是这样 这是你选的吗 这个是就是按要求 这个不是我选的 好 但是这个是按要求要送给那个女生和妈妈 对因为之前可能有 好 好 来我们再加料啊 这不能提 这不能提 这拿着都吗 拿着吧 嗯 这个是反的一起来 对 抱着 对 拿得了吗 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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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特别的奖杯 啊 来分析来一下 好 一定非要认为两份 然后都是从北京带过来 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将军 对因为之前 你们给我那个单子的时候 我说好回去照单有事干了 他们说你只用选 选 可以开始了 可以可以 可以 那你现在当了老板是什么 我真的只是世界 只是世界啊 对 那我看采访有什么 你以前比较消极 现在出发的能量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 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因为最开始 刚刚开始当歌手的时候 对环境特别的不适应 然后对自己可能也不太有信心 所以在环境当中总会觉得 经常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就是很不适应 很不自在 然后这几年也是慢慢的 学会怎么样去融入周围的环境 学会怎么样改变一些些 虽然说不是很大的改变 但还好 至少我会穿着运动装到处好了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像刚刚刘金姐讲的 我相信这张专辑 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 因为我真的是 找到了自己 站在舞台上的信心 因为比赛出来 虽然说一时间 受到大家的关注 但是我始终会觉得 自己还不能称之为 一个专业的歌手 那这几年也是在舞台上累积 慢慢的提高自己唱歌的能力 提高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我觉得方方面面都很重要 包括舞台上面的表演 所以 当我真的有提高的时候 我才找到自己的自信 所以这一张专辑 就真的是有感而发 才会写我相信 刚刚有一个 就是今天晚上 也有很多这种新人 比赛出来的新人 那你作为一个这种大师姐 然后你对他们有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他们要怎么能成熬 到你这样 今天能成为一个极业歌手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 一个很重要字 就是熬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说得有点太痛苦 因为你必须要享受音乐 你才会有 有动力去做每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 人一旦有被强迫的感觉 就会怎么样都觉得不顺 怎么样都觉得心情不好 就像今天的主题说 幸福是你的痛苦 我觉得幸福就是 看不见痛苦 我觉得痛苦的人 就是他看不见幸福 就是很多时候 在于你站在什么角度去看事情 所以真的要在音乐上面 有什么发展要很好的话 你必须第一点是 你要真的爱音乐 我觉得成功也不是说一定要唱很多大篇来作为标准 而且我也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所谓的成功 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只能说比以前快乐 我真的有在台上 有享受唱歌的感觉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没有像以前 站在舞台上会有的时候 突然一下很害羞的 就看天花板 然后看没有人的地方 我觉得现在我找到感觉 我会不会 眼神不会躲大家 这个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找到自己的自信心 那亮眼有美 好像你也漂亮了 感觉整个外形都特别的 越来越有发 漂亮了所以自信了 怎么越漂亮呢 就是接受化妆师的要求吧 以前我都不允许他们给我化太浓的妆 然后不许化外眼线 也不许化粗眉毛 就是所有让我觉得跟我以前的样子 有差别的我都不接受 就是这几年慢慢的就是 潜移默化的觉得 其实站在舞台上 不仅仅是要唱歌 还是有一个整体的形象 大家不会在台下 闭着眼睛听你唱歌 所以他还是要看的 所以能尽量打断漂亮点 就是尽量漂亮点 漂亮不是坏事 对 那亮眼对那些就是 没有坚持到最后的那些 这些心理人意 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坚持啊 我觉得怎么样 都是自己的选择 或许他们也是缺一点 缺点机遇吗 这个就真的不好讲 有时候 上帝这个人挺搞不懂的 这个方法是不公平 看成是你签的 为什么是签他 看成是我们公司签的 那肯定也是真的你的同意 没有他们签完了我才知道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他还是个歌手 不会有压力现在新人背出 就是说看到比你年轻的 不会不会 真的像刘金姐他们看到我彩排 还有平时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我是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压力 这会是一种动力 对于我来讲 你看有这么多的新鲜力量出来 所以你还不加油 你还不加油你就要被淘汰了 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东西 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更多的新人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你老是看老面孔 老是听同样的一首歌 自己都会觉得无聊 我觉得多一些新鲜的人 多一些新的曲风 多一些新的唱法 这对音乐来说是一个好的推动 像我们去年的口号 就是将音乐创新进行到的 好 来读一下这个 世通华纳城市T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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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张亮颖 祝世通华纳收视场合 下个音乐广播收视快乐 这两个 还是要视频的吗 对 厦门音乐广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亮颖 很开心这次来到厦门 在这里祝厦门音乐广播 十七周岁生日快乐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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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